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新闻大爆挂 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 而且还有来参与我们的最新的斗内活动 支持中天重返52 怎么做呢 很多老朋友都会有中天新闻网的APP 你直接打开点击右下角中天宝宝图案之后 会出现了五种你想要赞助的斗内项目之后 你任选一种留下了你的昵称 以及你想对中天说的一句话 完成了整个的付款斗内流程之后 最后你的新生还有昵称 都会在镜面上看得到 留言也会在下方的跑马灯出现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还有今天的线上投票 也希望你的支持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 立刻要讨论到的是 我澎湖渔船 昨晚捕鱼遭到陆海警压回福建 绿媒风向从昨天晚上的抗中 突然变成了定调成我方越界 你觉得 一 绿营判断抗中战可能失分 设停损点放弃渔民了 二 你就违规啊 不然要怎么办 第三 你可能有不一样的观察看法 欢迎您留言告诉我们 为您介绍今天的节目来宾 欢迎的是 桃源市议员黄庆平 请问大家平安 以及最近大家都很关心的 现在立法委员郭正亮亮哥好 大平安 还有立法委员吴宗忠宪宪宗宪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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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宫 Nicole 大家好 双方对峙了一小时 而且大陆的海警还在广播说 请勿干扰 那根据了解呢 其实当时我方是派出了三舰艇拦截 但在多艘中国海警船的监控之下 这艘船已经遭陆方带回去福建的围头港 我方立刻向海警船广播要求释放 本国籍渔船 陆方也向我方喊话 不要干扰 后续将陆委会及渔业署 透过两岸的管道来协调 那么目前呢 今天这个海巡署有出来召开记者会 强调有这个五个船员 还有两名台湾籍三名外籍人士 这个人员军安 现在海巡呢 已经直接交给陆委会 进行后续的交涉 那这件事情呢 金门当地的居民说 因为两岸近期的关系很敏感 再加上现在这个时间点 五月到八月是中国的休渔期 其实都不能够捕鱼 所以大家也都不敢越界 那么中国渔船也不会违规 所以这个时候出现在海面上的船只 非常的显眼 事件当中的渔船可能不清楚细节 才会被盯上 那当然这个船东也说 之前没有这样的情形 以前是会把你赶走 或是靠太近 就把你赶开一点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抓我的船 他们冲过来就抓直接拖走了 那当然知道现在因为是休渔期的关系 有知情人士就说 但这段时间 澎湖渔船却堂而皇之的驶入 难免让大陆渔民眼红不满 再加上两岸关系特别紧张 所以大陆海警打破了长期的默契 意在趁机杀鸡儆猴 那澎湖当地的渔民也说呢 就是因为两岸关系太紧张了 大陆海警带走澎湖渔船 这是对赖清德的一种抱负 那么甚至我们今天看到了 像是港媒中评社也说 这可能才刚刚开始呢 好 我请教敬平 就是说以前我们在两岸关系好的时候 你说这完全都没事吗 也未必 如果类似的状况 顶多就把你驱离赶走就好 但因为现在不一样 在赖清德的口中 两岸是两国 所以就直接给你押船了 但我要请教的是 因为海巡署说 反正现在已经交由陆委会 渔业署透过两岸管道来协调 把人救回来啊 那这个部分怎么处理 现在关心换成将 赖清德要怎么救渔民 两岸对抗啊 这个人民倒霉 渔民呢 去买单这个两岸对抗后的 这个影响跟成果结果后 这个你说要把人带回来 请问你上次在这个金门水道 因为不胜这个在海调 被带到大陆的那个军人 已经退伍了 带回来了没有 没有啊 那请问你 0214那一次的这个撞船事件 一直强调三五渔船 然后这个有妥善处理好吗 大陆有得到一个满意的交代吗 也没有 所以从0214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金门撞船事件 对金门撞船事件 那个对岸的那个两位渔民的遗体 是不是还在我们这里 是不是都还没处理好 然后遗体还在我们这里 然后这个分水岭开始 一直到0214之后 马上有这个我们的海调的 这个金门民众 那其中一个是军人 后来也赶快帮他办退伍了 退伍了之后带回去 现在家属焦急的等待 还是带不回来 已经退伍是恢复成老百姓的身份 还是没有办法回来 所以两岸的这个海基海协的协调 或者是陆委会 不要说陆委会 连这个两会 以前我们的桃源市长 郑文山去当海基会董事长 也功能不张 所以他之前跟这个卓文家 只能跑去拜访这个王金平 看王金平到大陆的时候 能不能带一些话 能不能传一些事情 传一些口信 无疾而终嘛 人家王金平成绩也不够 对岸也不会觉得 王金平有什么分量或代表性 也不会鸟你 那所以 在这种节骨眼 你没有窗口 也没有办法对口 然后再加上 刚刚你有提到 在介绍这个新闻的背景的时候 是不是讲到说默契不见了 什么默契不见了 我除了刚刚从0214的 那个金门撞船世界 开始铺陈那个氛围之外 记不记得6月23号 我们的这个澎湖外海 有发现了这个大陆遗传 它也是越界 然后我们这个海巡单位 直接把它带走 带回来台湾 然后做这个登船检查 然后带回来台湾 做一个这个整个调查 所以你6月23的时候 把人家的大陆遗传 它是越界没错 它违规 把它带回来 那今天我们0214事件 发生到今天 已经快要半年了 五个多月 没有那个互信基础 没有 没有互信基础 而且你打破了这个默契的之后 不是大陆已经宣布说 所谓的金门禁限制的海域 禁制海域跟限制海域 它完全不理你 然后不久前 金门的这个海域 还被这个海警船 大陆海警船三面包围 甚至几乎快四面包围这样 那这一次海巡署 就算派出舰艇去三打七 三艘我们的海巡署 对上我们海巡舰艇 对上七艘中国的海警船 海警的舰艇 他们的盾位都是600到1000吨左右 那这一艘大际满88号 它是76 78吨 也算是蛮大艘的一艘雨船 那你会觉得说 它会不知道这么多年来 它说以前从来没碰到这种状况 这个船东家是它是大际海产 大际海产有包括大际满 大际满这个2号 66号88号96号 大概至少十艘雨船 那这个是传统 在澎湖那一带 还有包括我们台湾的渔民 到金门的这个北定岛 它的东北方那一带 就是这一次被大陆带回去的 那个海域 他们传统的这个渔产 那也是我们传统 台湾澎湖的渔民 去那边补小馆 修羹那个很好吃 台湾很多人很爱吃 那个小馆的这个渔产 传统渔产在那边 偏偏现在是大陆的 它的伏计休于期间 有没有公告 有 之前在台湾或者是澎湖 习惯在台湾海峡 台海或者是台湾周遭 海域作业的渔民 都有收到公告 都已经有讲了 也有公告了 那他们的伏计休于期间 那大陆的渔民都不敢出来 更何况是我们台湾的渔民 你跑去人家的大陆角 那一开始海型单位说 不要政治操作啦 我们这个不要因为这样子两岸什么 好像这个紧张 关系紧张 然后大陆就政治操作如何 对我们怎么样 然后把我们的人船都带走 因为我们现在那边 船上有五个人嘛 除了这个三名的这个印尼渔工 其他就是台湾 还有澎湖的那个船长 所以把我们的人带走 我们希望把人跟船都放回来 然后接着批评他政治操作 后来发现说 其实是我们的渔民违规 一方面是他们的伏计休于期间 大陆渔民看不下去 我们休于 然后你来靠近我们 那离大陆非常近 那离福建的近江很近 我们休于你来我这边 然后来我的这个地盘 来我附近的渔场 虽然你们也认为是你们传统渔场 那现在我们休于期间 然后你再来那个 那大陆渔民看不下去嘛 觉得我们的这个身材工具 都被你们挖成这样 我们的这个想要这个渔获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用眼睛看 因为政府他们的政府规定说 就这段时间不能 不能去补鱼 那结果我们大捞特捞 大捕特捕 那当然不爽 他们就跟他们检举 那你说他们中国海警要不要处理 如果是我们海警的话 我们假设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休于期间的话 他们来我们这边捞 你觉得我们的政府 会不会遭到渔民和渔业界的压力 一定有嘛 跟何况他们也一样 那他们的渔民 跟他们的政府反应 然后跟他们讲说 你们要处理啊 台湾的渔民捞过界 然后跑来这边 那他当然去调查 然后带回去啊 因为你623说 不是也把他们大陆的渔民 带回来调查了吗 一样嘛 人家做什么 那你就做什么 你做什么让人家做什么嘛 那你下去指责人家 然后在那边抗中保台 打 打现在打 我赞成打 大陆赶快 台湾的这个海警打下去 开第一枪嘛 你怕什么呢 你对贝利宾和这个 对这个台湾 是不是都很勇嘛 我看着你台湾的海警 你敢不敢 打下去 海军做海巡的后盾 莫名其妙嘛 一堆人这个好勇斗狠 然后在那边觉得 我们这个对大陆就很凶悍 然后说大陆不讲理 大陆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就开战啊 你现在开战 你敢不敢 我笑你赖清德政府不敢 我也笑你海巡单位不敢 在那边只会靠嘴巴而已 然后在那边讲的 讲的好像正义之诗 一副正义凛篮一样 那你先了解清楚状况嘛 什么叫人家政治操作 那你现在是不是在政治操作 你现在是不是在政治操作 给人家扣帽子 给人家做什么 那你先看看自己有没有违规 在指责过去大陆的渔民 有诸多的一些状况 跟违规之前 那你现在 如果你想要袒护自己了 你先奠定自己有几斤几两重 以及先看看自己的渔民 和自己的状况 是不是也站不住脚 再来衡量说 你要怎么去跟对岸谈 然后呢 我刚刚前面一开始破题了 你前面从0214到 后面发生了这么多的事件 你怎么跟人家好好的谈 对啊 怎么谈怎么沟通 怎么把人带回来 所以我就说 千维现在没有谈的管道 你怎么把人带回来 那只要谁去谈 就被扣红帽 国民党去谈 第五众队 你去谈 现在看成人影片 都会有政治倾向了 对不对 现在这个看个兵马俑 人脸扫描 马上就会分为 你是台派 统派独派 还是蓝绿 是白是红 马上人脸扫描 传到北京 在高雄 办一个这样的一个 这个兵马俑特产 都变这样了 在台湾做什么事情 动辄多久 讲一些话多了 怎么样 就会像亮哥的下场一样 就会莫须有的这个罪名 指控 然后去罗资你 到你头上 就好像保密防碟 小心北碟就在你身边 台湾不就是 现在变成这样的社会吗 就一堆 一堆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的黑熊学院的人 一堆这样的一个 沈柏阳门 在那边监控着你 看着你 一堆王毅川门 一堆准备看你的手机 看你的信号 看你在哪里 看你是不是看成人影片 然后知道你是 是支持统的 支持毒的 还不同不毒的 我都很讶异 这怎么看啊 是看日本的 还是看美国的 还是看欧洲的 哪一个国家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哪一个 哪一个政治倾向 所以都用这样的去 变成第五众队去分类了 在内部里面 自己去分类找敌人了 只要有一些风吹草弄 先杀自己人 先杀敌人 这不就是跟二次大战时候 跟西班牙 跟那时候一模一样吗 所以你要怎么去做 你要怎么去跟人家谈 内部一方面没共识 无法团结 再来自己分化 自己找敌人 自己对抗自己人 然后再来对外面的时候 你又只平一张嘴 然后又不敢怎么样 然后想要硬起来 然后又发现说没有对象 然后找不到对口 找不到传国 人家根本不理你 你真的要打起来 三艘对七艘 你的盾位又比人家小 炮火或者是那个水枪好了 就先讲水枪 都比人家 人家已经AI水枪了 你还在什么 除非你就拿枪 真枪真弹 海巡有 那大陆也有 你要真敢真枪真弹 大陆也有 所以弄到这个玩意儿 赖逊德 他还是让这个管碧林去处理 管碧林能够处理什么蛋 他能够处理好的话 今天一方面海巡的主委 他位置是坐得很稳 那如果处理好的话 0214的事件早就落幕了 人家那两个大陆 这个民众的遗体 早就送回去 早就处理好了 然后台湾的那个 曾经是军人的退伍的名字 民众已经早就接回来了 不会弄到现在 我认为那五个人 没有一两个月 甚至可能我觉得 没有一年半载 可能不太回来 我觉得他的船东 澎湖的大进海产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交给这个政府 你慢慢等吧 不乐观 我觉得现在出大事了 那个刚刚郑立军说 会循陆委会渔业署的 既有管道进行协商 既有管道个鬼 既有管道是什么 就是没管道 既有管道是什么管道 陆委会变成一个小行政院 还有陆委会 自己的一个管道就对了 而且这个事情是明显违法 对 大陆的刑法就有这个规定 这个是三年以下 当然不一定是要关 要看情节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扣人扣传 事实上菲律宾日本也是这样规定 扣人扣传 扣人就交给刑事程序处理 那就看你的罪行有多重 扣传就是你要来赎回 这个各国都一样 所以他就是照法律走了 那亮哥可是因为这件事情 昨天一开始披露的是自由时报 那他们报道中提到了 渔船捞捕地点都是澎湖传统 捞捕小馆的渔场 靠近金门外海多年来相安无事 但后来呢又说 一名国安人士指出 闯入休于期的中国水域作业 遭到对方执法 反击其他媒体 以这个中方报复赖清德为题 应扯两岸关系 其实到今天都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出来 所以自由时报已经明显定调 在今天的这个 我们看到他们今天头版上标题 越界是越界 那三立一样也是直接也有点出越界 海巡署证实当时在中国领海作业 新头壳直接就是越界捕捞 刚好呢我们这个是 军事专家张静老师 他也说从这个航机图来看 大纪板88号被拦截时候的这个船位 很可能已经进入大陆的内水了 而在稍早的时候 今天陆委会出来说明 相关事件 遗设违反中国大陆伏技休于的规定 将透过两岸管道 恰请陆方尽速说明事件始末 以及登检待回之原因 化解不必要的揣测 陆委会在这边也讲了违反规定 在这边绿媒 还有包括陆委会官方 其实都已经点出了就是越界 就是违反规定 是事实啦 但有没有暗藏猫腻啊 也就是说百民可以直接甩锅 切割 都说这是愚民的错 那么官方就不处理了 就是两岸关系呢 现在自己搞坏 那是不是赖政府 其实你说要怎么处理 刚刚靖平也讲 可能要有心理准备 可能你说两 一两个月算快了 快了对不对 对所以赖政府的无能为力 他可能也不想把这笔杖 删在他自己头上 因为抗中保台 这招暂时先不管用了 所以会不会就直接放声愚民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不是政府无能啊 是愚民违规 所以亮哥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要不然不可能啊 一个晚上风向大变 然后整个绿媒到官方 我那个自由时报 今天早上的紫媒就改口了啦 就说是越界 越界啊 而且我跟你讲 那个条文都列出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第340条 叫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在禁于区 禁于其 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捕捞水产品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或者罚金 那你要这个怎么商量 你要司法官说啊 所以我觉得坦白说啦 这也没什么好协商的啊 这个就是照各国的法律走 如果他已经进入刑事程序 这是刑法第340条 那就是依情节 来断定这个船长违规的程度嘛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民进党 大概也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知道这个去凹什么什么 也没什么好凹的 而且还讲什么 双方的什么海警海巡船 对峙对峙个头啦 对峙 激烈对峙哦 激烈对峙 对峙叫面对面嘛 事实上是过了人家的进限制水域 他就把船带走了 所以你是看到人家的屁股啊 这个叫对峙 而且他进入对方的海域 高达2.9海里 我们的海巡船怎么进去 我们不可能进去嘛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眼睁睁的看人把渔船带走 所以这哪有对峙啊 这怎么对峙啊 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就是一个 这个违反对方的 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这样的一个事件 那这个要协商也很难啊 要协商什么 如果除非对方就 无限期积压啦 我觉得这也不可能啦 他就直接就送到刑事法庭了 那如果是照程序走 你真的很难 很难怎么帮助啦 你了不起就是派人去了解 他是不是按照大陆的 刑事法律的程序在进行当中啊 那在监狱有没有被虐待啊 大概这一类的嘛 不然其他你能干预什么 我就不知道你要协商什么 难道协商一下说 拜托放出来好不好 怎么可能啊 我跟你讲以前 我们的那个渔船被日本 扣人扣船 就直接在冲审法庭审判啊 那后来人就关在冲绳啊 那行期到了就放你走啊 那那个船你自己来输啊 程序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说这个 真的没什么好讲的啦 对 亮哥你都已经清清楚楚 搬出法条在那边了 但在今天我们看到 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说 他没有办法判断 个案的企图是什么 但最近中国对日本 东海南海挑起了紧张 看起来都是有系统性的 我知道 可是这跟渔船没有关系啊 那个都是海警 这福利宾是军方耶 拜托 庄瑞雄也做点功课吧 而且你怎么不去怪你的海巡船 为什么没有拍照 密鲁器又忘了带是不是 你不是说你有激烈对峙 密鲁器在哪里啊 还没买好了 拜托好不好 你如果说你有激烈对峙 请你把影片公布给我们看吧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交不出影片 那民进党的立委最好shut up 我说实在啦 这个这件事情 你绝对不会赢的啦 我跟你讲 今天那个自由时报就直接登出 洪奇昌的呼吁 有 对 洪奇昌就是知道这个闪不过嘛 他就说哎呀 可不可以请大陆啊 按照作业规则就罚款嘛 洪奇昌就是希望小嘛 大事化小 他知道走刑法会比较严啊 搞不好人还有罪 对不对 那如果是作业罚则就是 哎呀扣钱鸟事啦 哎亮哥这在以前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我就说 我跟你讲 今天董志生还上了另外一个友台 小董是金门人嘛 他就说这个休于令 我们的那个澎湖 这个白沙箱政府还发给所有的渔民啊 5月1号就开始了 休于期是5月1号到9月底啊 对不起啊 那小董就说 5 6月你没去吗 我讲白了啦 可能你都去过了啦 可是这次实在太嚣张了 这次四五十艘船 对 四五十艘 我们今天邱世青老师 也在问他说为什么抓你 就是杀鸡警猴嘛 可能你冲最前面啊 或者你这艘船比较大啊 七十几顿 这很大的船 对不对 所以 我认为5 6月一定早就有了啦 那只是人家忍忍忍到今天 那你当然要去扯说 是不是赖神又 一天到晚在讲两国互不隶属 或者是梁文杰突然之间做了一些解释 惹恼了人家 我坦白讲据我对大陆的了解啊 国台办 海事单位是两个单位 我认为这个事件 就是完全的是海事的事件 就是大陆渔民也实在是受不了 你怎么可以一直来补我的鱼呢 第二个就是人家会检举嘛 五六月都没人检举 所以大陆的海警单位 知道这个都是福建海警局管的啦 你说福建海警局 会去关心赖清德梁文杰讲了什么 这扯太远了嘛 所以我说不用扯那么远啦 就是福建海警局办的一个案子 你实在太嚣张了 越界太久了 五六月就看你一直来 会越搞越大 所以我总要出手了嘛 所以就决定出手了 我认为这个比较接近真相 今天我们看到出了很多篇的这样报导 然后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些民党政的人士 说中国近期在东海南海 还有这个我国金马周边的水域 有类似的强势作为 已经引发了国际各方的关注和争议 国内有心人士刻意扯到两岸关系 说什么这个扣传是报复 总统赖清德进行恶意连结 其心可意 他说这完全是认知作战 那当然刚刚亮哥有分析啦 就是说这个很清楚的就是违规嘛 越界捕鱼 可是我请教了献哥 其实现在民党上下下也很担心 很担心说大家就选民会认为说 好 连岸关心就是你赖清德搞坏的 所以现在要出来开始洗啊 洗这个风向 因为把风向导到说是渔民自己做错了 这样国家就没事 所以当然这个结果会是政府最希望得到的结果啦 但是其实不管 譬如说我们以前在办案的时候 其实像我们如果办的案子 其实有涉及到美国公民的话 其实AIT都会出面关切 那我们今天在意的是说 如果今天真的是我们的渔民 他犯错了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刑法340条 那这时候我们的政府 可以提供怎么样的协助 其实我们在意的是这个点 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我以前在办案的时候只要跟AIT 只要跟美国公民有关AIT都会出面 那不只像新加坡什么我都遇过 他们的在台湾的这些相关的机构 他们都会出来去了解一下整个状况 因为除了到底今天有没有违法之外 接下来他们可能要受到的一些 侦查的程序 审理的程序 那这些在程序上面是不是有合法 有没有需要提供我们这些渔民一些协助 或是万一将来如果有行责的话 那他在服刑的期间 他有没有受到人道的待遇 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政府应该要注意的 不过我现在比较讨厌的就是 这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 又有一些政治人物又开始在那边 拿这个又在操作 像我刚来的时候路上 我就看到有一位书姓的立委 他就开始在那边讲说 什么这叫当街乳人 书小会 书小会 都坐上去了 这被做起立的人说当街乳人 就是说当街乳人 然后又说这个是什么 说国民党的委员 你们要不要出来谴责 然后这个是不是跪下求和之类 其实我觉得这大可不必讲这种话 因为其实一个国家 其实刑法是属于内国法 刑法基本上它不会去 不会去审理到 它的领土以外的地方 这是基本原则是这样 除非是有一些世界主义的 才是少数的例外 那一个国家领土 其实就是领海领空领路 或者是像那个经济海域 所以你今天到底有没有 跑到人家的范围内 其实这个先去了解嘛 如果是有 那就是我们这边的渔民不对 那政府你讲话 不能够乱带风向 你不能随随便便又扯到说 我们的渔民被人家 被人家掳走了 不能讲这个话 我们是不是要先弄清楚 我们的渔民有没有先违规再先 如果没有的话 政府一定要跳出来 捍卫渔民的权益 那如果有的话 那我们就是要帮着渔民去走 他该面对的司法审判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一个做法 否则你今天又要跳进去 政治攻击又要跳进去什么 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 那另外就是我觉得每次 我们台湾这边都要跟 中国大会那边 什么都要对抗 从政治的事情到民间的事 经济的事 商业往来 什么全部都要搞对抗 其实对抗到底对大家有什么好处 我也不太懂 很多东西其实 我觉得还是要多沟通 多协调 那再来我们提到说 船的部分 其实你说管主委 管必领主委 其实我对他已经不抱任何期待 因为我几次的咨询 我发现他都是问A答B 他真的是你问A 而且是非常简单 我把题目都非常的特定 而且我不会一次问三五个问题 让你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一次就单一个问题的问 这是假官问案方式 他不会连续问一堆问题 结果他你问A 他还是给你答B 你跟他问说 为什么会有大陆人开一艘小艇 跑到淡水河口内 五十一分钟才被发现 那如果这个船上装的是 毒品或枪支的话 那对台湾会有影响 他开始跟你讲 我们今年查获多少毒品 几百公斤 怎么受到什么奖励 就是你问A 他答B有时候 其实问起来很痛苦 我也不期待说 这件事情上面 大家有办法从他嘴巴里面 问到我们该怎么解决 或有没有怎么个检讨 但是我还是觉得 政府要去思考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多 多去宣导 让渔民不要去犯这样的错 还有就是 有一些比较小的船上面 缺AIS的辨识系统 是不是要赶快 补助他们去装 然后当有这样的 纠纷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有办法 拿出科学的数据 来跟对岸谈说 他并没有违规 那你凭什么抓他 就今天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你就只能看对方 对岸拿出来的数据 那当然我们的渔民是吃亏的 所以我还是呼吁 今天你把什么东西都骂 在野党 中国国民党 没有去谴责中国 没有做什么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 今天执政的是民进党 今天你没有保护好国民的 是民进党的责任 在野党需要负的责任 是监督好执政者 让执政者好好的施政 这是在野党的责任 而不是每次发生事情 就先骂在野党 你为什么不去谴责谁 这个逻辑其实不通的 你应该 立法委员就应该 好好的监督行政院 立法委员就要好好的 去监督行政院 为什么没有保护好我的渔民 怎么会立法委员 替行政院讲完话 然后再回过头来骂在野党 这个已经搞错自己的身份了 他已经把自己以为是行政官员 而忘记自己是民意代表 好 这个是网友沈浩宇抖内进来 他说政府大概跟渔民说 放心大胆去政府会挺的 挺你们被抓自己想办法 好 那这个陈灿耀说 对方海警有航击图 可以证明我方渔船违规 所以不敢继续抗中 怕会被对方公布 打脸变成自己尴尬了 还有就是刚刚 献哥特别有提到的是 对啊 这个苏巧慧事发之后 喊得很大声 他对国民党喊话 说国民党是否对中国表达抗议呢 面对这样的恶霸还好意思 要台湾人跪着求和吗 那网友的直观回反应就是说 所以现在到底谁在执政啊 那民进党除了呼吁还会干嘛 还有所以你民进党打算冲去救了吗 那执政党有抗议吗 那网友呢 你知道义以重地 所以蛮久还没下台哦 好 那另外一方面呢 现在玩这个抗中战 包括了这个也可以拿来大作文章 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立委陈雪生提出了 离岛建设条例 让中国大陆的厂商可以直接参与离岛建设 那么当然这个对沈柏阳来讲呢 是逮到了一个好机会了 他说这个法案呢 无疑是开四道门 让中国进来 可能给灰色地带更多空间 他说他在两个月前曾预告说 国民党要搞自经区 哦 没有想到这比自经区还要可怕 好 那另外呢 这个是王定宇 王定宇呢 也回应 他说这个是在量身打造中国版的特洛伊木马 这样的提案可以让中资植入我国国境 国民党提案是为中国大开后门 移除台湾的国安保护 中国国民党的福国立民 怎么好像都在帮中共天服 帮中共移除台湾的国安城墙 那黄杰呢 也凑上一脚 他说这样的提案根本就是无三贵条款 好 那当然这个提案的陈选生呢 他说绿营根本是断章取义 他说马祖缺工缺料 绿营能够解决离岛的问题吗 民进党又在提罢免 好啊 来罢免我好了 我没意见 敬平 你看到黄杰跟王定宇这一些委员 然后常常会讲一些是是而非的 然后 然后会把它讲成说 这个是中国版的这个特洛伊 会不会木马屠城 会不会躲在那个 就是沈柏扬讲的第五重队 会不会躲在那个飞机的机舱里面 不管是那时候两岸开始这个大三通 两岸三通他的这个飞机客机货机 降落桃园国际机场 然后这些所谓的第五重队潜藏在机舱内的人 就马上会冲下来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闻标题 绿媒的这个标题 再度引用这个中国版特洛伊 然后换一个人说 一样是台南的民意代表 跟赖清德一样 台南出身的立委 我真的觉得好悲哀 为什么台南都选出这种立委 然后都讲这种话 可是他们就是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操作 然后难道王定宇以后也会当总统吗 讲特洛伊的上一个就是赖清德 现在变总统了 他连八千租金都可以掰出来了 我有点冒出一身冷汗 天哪 这种人变成以后要去选台南市长 就跟刚刚讲的苏巧慧 你怎么不骂对岸的 然后要去选新北市长 然后都自在必得这样 选完市长之后当总统 你看台湾人啊 这一些政治人物 宁可相信七月半快到了 世界上有鬼 都不要相信政治人物那一张嘴 都一样 所以王定宇 黄杰 到底有没有充分了解 里岛建设条例 里岛建设条例从李登辉时代 那时候跑立法院跟国民党 然后到陈水扁 到马英九 到蔡英文 几乎每一段时期都有人提出来 蓝绿 无党籍立委 以前郭正安委 他们在立法院的时候 多少都有人提 离岛建设条例的 不在于就是说你金门马祖 或者是澎湖 它的相关的这个建设 因为他们的资源有限 他们人口不多 就是几万人的人口而已 然后但是中央你如果不去修改财政收支划分吧 跟这个统筹分配 这个统筹分配税的统筹分配补助馆的话 你要奢望金门马祖和这个澎湖 这三个离岛 能够得到台湾这边中央的一点垂涯 那是原木求鱼 所以当然要从离岛建设条例 早期离岛建设条例 还会扯上那时候大家最反弹的 近平我建议啦 民进党选马祖的立委候选人李问 你出来表态 他现在跑去民进党中央任职 你看你敢表态吗 他不会啊 对不对 他不会为当地人想 根本找不到那里他永远选不上 他不会为金门马祖当地人想 只会说这是国安议题 这是国安国安怎么样 然后澎湖也是一样 更何况下澎湖是民进党执政 所以这种状况 他们根本不会为当地澎湖老百姓 或马祖金门当地的民众去认为说 要怎么样帮他们想办法引资 引来外资 这外资也包含中国大陆的资金 那只要是中国大陆的资金 扯上中国大陆资金 或者是香港澳门的港资 这些都马上红色 赤色中国 不能碰 国安问题 他想要来买掉我们台湾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民进党在2024年1月13号的 总统立委选举以前 这过去八年 你掌握了这个多数 什么都由你来讲 因为立法院你就是选赢的嘛 立委都是你多数 你来整个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要挡住中国 你连那个快筛四季 你连那个BNT都可以挡住中国 那就算了 因为你人数多数 多数嘛 我们没有办法跟你说什么 然后小老百姓只能 熬熬带谱 然后看着天 然后看着这样子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应 只有等四年一次把你换掉 好不容易等到今年1月13号了 让你民进党 就算赖清德当选了 但是你立委就丧失了多数的席次 你还要像过去八年一样 什么都是要你说了算 那现在国民党民众党立委 好像在立法院都要听你的一样 那提了离岛建设条例 那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资金区 资金区不是在今年2024年才引起话题 其实在马英九时代 在那时候刘兆玄当格魁的时候 一直到甚至毛治国当这个行政院长 都有人在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在中天以前也谈过 所谓的两岸资金区 或者是说有一个自由贸易区 它能够打造一个示范区 那时候都讨论过 我也听过民进党的立委私底下说 这个不错啊 大家可以来谈一谈 但是他们所想要的就是 对岸你要怎么样 摆下身段 然后什么对等尊严 然后两个国家对两个国家 那对不起 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你谈了 因为你如果又回到 把政治打进来的话 因为政治是一个深水区 经济不管资金区 或自由贸易区 那时候国民党是提出资金区 那民进党有人私下认为说 那就叫自由贸易区 打造一个示范区 可是如果你走不出那种 一定要所谓的这个两边 从赖金德讲的两岸对成两国 那人家跟你谈什么 然后如果你不只是有两岸 对成两国的思维 还要有黄杰跟王定宇 还有这些委员说了算 沈柏洋 黄杰黄杰黄定宇 他们甚至 我觉得他们凌驾在这个 所谓的赖金德那三大委员会 跟行政院之上 要由他们来决定说 这个内容排除了 政府采购法 国安法 人民关系条例怎么样 中国大陆厂商就可以 这样子开 直接堂而黄之了过来 就像吴三贵 引清兵入关一样 你当你们自己的 民进党执政的政府 是死掉了吗 你没有办法去查核 你们经济部现在审任何的 这个中资跟港资 审到这种 只要有一点红色 甚至有一点 跟红色相关的颜色 你就赶快排除 马上这样子 禁止了这样 到这种程度 那你自己都没有办法 做查核的能力吗 然后你会认为说 这个会比资金去可怕 然后开市道门 让中国进来 照这样的思维 永远台湾都不要拼经济了 因为你的经济 什么都扯上政治 他们很担心的一件事 中国以商逼政 以金触统 然后用经贸 当作一个作战 加上统战 来围攻台湾 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四面弯 航海需要是一个这个贸易 这个海岛贸易型的这个国家 对外贸易 出口进出口都是这样 那你如果不肯 从这个半球 从这个经济角度的思考 什么都要扯上政治的话 没有得谈 我觉得这个很难 因为当民进党的政府 这么排斥 这么排除 只要跟中国有关的东西 就是敌人 那这种东西 你就算去修改这个条例 以赖清德政府 现在的强硬态度 和民进党这些立委 直接就是拔刀拔剑相向的话 我觉得国民党民众党 一直想要拼经济 一直想要做一些 这个民生福利相关的 这个法案跟措施 碰到这一群 完完全全从政治思考的 整天生活只有政治的人 恐怕是没辙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甜点以及手摇引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白肾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北美优质白肾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GRAS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就赶快上快点购 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 就是给家中心阿福 我们还有一点 第二转工师 我们 bomb播室 他这要动作第一次 每日都备 准备 在哪 这 首